来自南方都市保播报 6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刑罚执行机关的报请 依法裁定对国美创始人黄光玉予以假释 假释考验期限自假释之日起到2021年2月16日为止 根据公开资料 2010年黄光玉因非法经营罪 内幕交易罪和单位刑贿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入狱 经过两次减刑 因执行行期调整到2021年2月16日